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的第五个单元 second三次方的积分 我们把这个second三次方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单元的目的 其实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进入这个题目好了 second三次方这个题目 它是一个常常在很多的考试之中 常常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题 那么它的解法是这样 我们的话呢 second的话呢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是要把它拆开来 变成second x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second的平方要把它移出去 这是什么目的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必须要知道这个部分 这是什么呢 这是d tangent 它是tangent的微分 那么于是我们把它改造成 tangent的微分叫做second的平方 于是这个题目 我们把它形成了一个叫做udv的形式 udv各位同学知道吗 分布积分法里面的公式 udv等于uv这两个相称uv 也就是second x tangent x 减掉积分 所以这边是写的是tangent x d second x 好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都还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但是second x的微分是什么呢 second的微分是 second x乘上tangent x 那么我们继续的话呢 把它写下去 来等于多少呢 等于 second x乘上tangent x 减掉积分 这个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second x乘上tangent 于是就变成的是 tangent的话呢 有两个就变成tangent的平方 乘上second x dx 好 各位同学的话呢 到这边为止的话呢 我们已经快要解决了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复习一下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这边 各位同学 这个六角形不要忘 sine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second cosecond 中间是一个1 然后呢 这六角形 我们形成 要注意的是 平方和关系是这样的 sine的平方加cosine的平方 等于1的平方 tangent的平方加1的平方 等于second的平方 我们就用这一个 tangent的平方加1 等于second的平方 那么于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呢 继续改造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变成了 second x tangent x 前面都不动 后面的话呢 重点在这边 tangent的话呢 是变成了second平方减1了 这边的话呢 改造成second的平方减1 然后再乘上second的x dx 好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变成的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再往下做 second x 乘上tangent x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准备拆开来咯 拆开来 减掉 积分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乘进去 这边要把它乘进去 乘进去 这边就变成 second 的三次方x dx 然后这边是负负得正 加上积分 这边是 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 second x dx 好 好 我们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最重要的地方 在这边了 做到这边以后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解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题目 各位同学请看 这是题目 题目是三次方的 会等于 这个 减掉 题目 这就 又回到题目了 再加上second 这个是我们 在我们的第四个单元 三角函数的积分的 那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用barrel的方法 解决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叫做对折的观念 把它叠合在一起 怎么说呢 这个等于后面的部分 于是的话呢 我们把它移向过去 负号移过去 就会变成了两倍的题目 来 我们写下去了 两倍的题目 这是second的三次方的积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答案 second x 乘上tangent x 再加上 这是什么 这个前面才用到的 叫做 nature log second x 加上tangent x 那么各位同学想想看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是两倍的题目 我们两边同乘二分之一 就可以得到了我们最后的答案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个叫做对折的观念 我们把它叠合在一起 题目等于 算式 减掉题目 加上另外一个算式的话 我们可以用对折的方式 然后把它反推回来 这是我们要介绍 最重要的一个技巧